講到中國 我覺得你在侵略別人之前 你自己先搞定好不好 這個我真的是跌破眼鏡 最新的中國經濟出問題 這不是第一天的事 但現在呢 房子賣不出去怎麼辦呢 現在非常多的省市 大概有15個以上的省市 推出這個奇妙的東西 房票 以前有糧票 現在有房票 而且呢 他囤糧都還囤不夠 你只要拿小麥 大蒜 拿去還可以給你換現金買房子耶 的確中國的經濟一直是一個大的問題啦 因為他們跟防疫之間一直沒有辦法 取得一個平衡點 好啦 那可是中國對於這個經濟上面的監管 卻又是雷厲風行 去年的時候我們不是都一直看到說 房地產這個經濟的基礎火車頭 強力監管措施的確重傷了房地產業 好 那所以房子賣不出去啦 然後這些建商可能都沒有錢啊 會倒閉啊 那怎麼辦 所以就會 我們來開會 我們來開什麼會呢 我們7月份的時候要來開一個 房地產的紓困會議 那這個會議就是官方做那個中間的仲介 架接 建商以及銀行之間 然後你缺錢是不是 那我幫你架接 互相有意願的話 你們就可以接起來去貸款等等 希望這樣子可以挽救一些這個房地產的建商 那為什麼房地產建商會產成這個樣子 除了強力的監管之外呢 大家對於政府 大家對於建商的沒有信心 導致他的房子賣不出去 好 那房子賣不出去 建商也很聰明 那不然這樣好了 地方政府也很聰明 我們來分別來講講看 就是說建商就說好 那既然房子賣不出去 我們現在用小麥用大蒜 用一斤兩塊人民幣這樣子的價錢 來跟你收購 然後呢你只要那個重量是足夠的話 大概一萬斤 那我們就可以免付頭款 就是你的頭款 頭款是用大蒜或者是小麥來作為換算 那吃貨的話我們 對 就房子變成了以物易物 那政府有沒有出力 政府也有出力啊 那政府就說不然這樣好了 因為我地方政府有很多 要改建啊或者是拆遷啊 然後要都更啊 那所以拆遷的這些住戶呢 我就給你房票 什麼叫房票 就是用等值啦 就是你這個房子多少錢 我就給你一張房票 我就不給你錢 我寫一張紙給你 寫一張紙給你 但是這個房票是更值錢的 因為它會給你加個8%或10%的優惠 所以你等於拿了這個房票 拿到了比你之前被拆掉 拆遷的那個房子更高的價值 就希望說 那你拿了這個優惠券 房票你就可以再去買房子 你在當地買啊 結果沒有想到 中國人拿了這個房票 而且加了8% 10%的優惠之後 說啊哈 我要存起來 結果沒有要去買房子 中國人真的很愛存錢 對 所以就是說 他們希望能夠挽救房市 可是看起來成效不彰啦 那銀行有沒有 銀行端有沒有問題 因為現在有這個民眾端 有政府端 然後有銀行端 銀行端現在又出了什麼問題 這個也很離譜啦 就是說 領錢領不到欸 有錢 但是你不准領 這個中國農業銀行 是一個中國的四大銀行之一欸 然後結果呢 有一個民眾 他就跑去領錢的時候說 當當不行 一天最多只能領 一千塊錢人民幣 核台幣四千四百四十塊 然後他就 不可思議為什麼 那我的錢欸 我住在這 我有居住證啊等等的 為什麼不准我領錢 然後我說 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電腦系統 就是這樣設定你一天就只能領這些錢 然後他們其實就很擔心說 那如果我自己的錢 我不能動資 每天都只能領這少少的錢的時候 剩下來這些錢 會不會被銀行端 或者是被政府給A走 因為這 在河南就發生了這種 銀行 或者也不知道是政府 通資銀行還是幹嘛 存戶的錢 就通通被扣住了 扣住了之後就說 你不准動資 就好像被割韭菜了 那所以在河南當地其實鬧得很大 然後這些存戶 不行啊 我所有的身家都在這個銀行裡面 所以我們要抗議 因為我們拿不到我們的錢 然後要抗議上街的時候 你知道政府做了什麼嗎 把他的健康碼 從綠碼改成紅碼 你不准上街 連他出家門都不行 天啊 所以這件事情仍然持續在發展中 中國的經濟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以至於割韭菜 現在已經割到了一般平民老百姓的時候 我覺得中國的經濟看起來問題是大的 我覺得中國的經濟看起來問題是大的 是大的 是大的 谢谢大家